那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兰花的一个换土啊 很多花油老是养不好啊 多半都是这个土上面没整明白 上期的时候给大家有简单的叨叨过 首先呢就是空根啊烂根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大家资料的一个搭配不明确 你像咱们一般收到的兰花呢 都是它根系已经长满到一定程度了 大多收到以后呢 都是需要大家去人为的干涉一下 尽量的呢 如果你练手是新手花油的话 我给出的建议尽量买这种没有花包的 因为有花包你比方说这个 你比方说这个带着花包 你要让我换土包我就觉得挺心疼的 为啥呢 你一打散它的根系呢 可能生长起来又得慢一段时间 又或者是花包又憋回去了 所以说呢 这种时期你如果说买到的真是带花包呢 你先别震惩的 可能看完花嘛 可能看完花再弄 明白了吗 所以说我就拿了一个这种没开花的 那个资料的选择啊 上期的时候也跟大家道道过 就是一定要选择有机制含量高的 就是什么花生壳树皮啊 你像这个呢 它里面的营养都已经被耗费个差不多了 所以说呢 咱们要用新鲜的树皮啊 这个呢 也是发酵之后的东西了 如果是大家用那种没有发酵的 花生壳树皮的话 会出现一个什么事啊 它在这个花盆里面呢 它会二次发酵 它发酵的时候呢 它会消耗大量的氧气 因为它这个根系呢 叫肉质提升根 没有氧气啊 它就基本上是要嘎要嘎的 它也会烂根 这时候一定要发酵的啊 一定要盖它这个脸 那我就用到的是树皮 这个是松林树皮 那找一份清水啊 把这个树皮清洗一下 比如说为什么要清洗 你记住啊 青蓝着茉莉 就是这个兰花啊 它的质料尽量的要干净 就是尽量的干净 越干净越好 浇的水啊 也是越干净越好 像茉莉这个可能就需要 大家就是稍微脏一点 这个都不怕 不怕埋态 就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概因为现在天气蛮凉的 我这个水也挺凉 我就 太凉了 能够帮助到花儿面就行了 这个无所谓了 那就是 这样先底下先放上一些 然后呢 就是这个根系了 大家一定要给它舒散一下 如果说有这种空根 烂根呢 就给它揪掉就行了 没用了 这个也是上期跟大家说 这就是耗费营养啊 都把它给自己给吃了 给吃掉了 哎呀 兰花高雅 但是你雅不起来啊 臭宝 你养和看是两码事啊 花友 很多花肉它都养不好 发现就是园艺圈里边 很少有人教真东西 但是你这个行业的进步啊 花肉们早晚得学会养花 你要不会养花怎么样 有更多的花去养 就这样往下啊 先把这些个根全部给它塞满 不要空根 就怕空根 一旦它接触不到质料 这个兰花一空根啊 那后期麻烦就很多 选花盆就选排水透气的就行了 一定要排水透气啊 没有氧气 它就养不好 我用的是纯树皮 因为纯树皮的造价会比较高啊 或者是你可能 看很多的这个养殖基地里面会给你参一些其他资料 这个呢也是为了降低成本 明白吗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用其他资料呢 里面的元素越多 它带来的营养会越多 就跟人吃饭一样嘛 我像我现在呢 就比方说有点像纯大米饭 你再加点别的料也可以 不是说不行 纯树皮也可以 懂吗 一定要把这个根系 跟那些土充分结合 比如说老花一我看你那个 用你家的泥炭土 泥炭土可以的 我说的是这种新手去讲 用树皮 你看我这样种好了 浇水不怕你浇 因为我用的花盆也好 干什么也好 贼透气 就不怕你浇水 你看我想怎么浇怎么浇 它一点水都不积 一点积水都不会存在 你看你浇了瘦就漏下去了 这种它还存在一个什么 叫鸡水烂根吗 它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呀 花友你要试这个道理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怎么做呢 保持潮湿 一定要保持潮湿 如果过分干的话也不行 你要这种用这种土的话呢 估计在冬天通风 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你三五天浇一次水 咱说就不好听了 你就甚至说是天天浇 它不都不至于嘎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呢 就用杀菌药这一块哈 杀菌药如果说叶片上有了 你该把叶子剪掉就剪掉 该喷杀菌药的喷杀菌药 根部呢 如果不烂根的话 尽量的就别用一些药来干预了 肥料该给的别 这个时期先暂时不给肥料 现在呢适应适应盆土 有它半个月 一个月左右的再去 画面的话一定要选排水透气的 资料我跟大家说了 你也可以去掺很多的那种颗粒进去 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个点 就是第一有机制含量高 第二一定要排水透气 第三就是一定要干净 别用那种脏的 不完全发酵俯仇的 也是对它一种伤害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一篇关于这个兰花的一个换盆啊 相当干货 也是相当正统的一个事了 这是40多年养兰花的老师傅说的这个道德 我也是经过自己的实验 也确实养的不错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华一每天会给大家 更新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华一 养花自然一 大家出吧